志愿者小魏是我频道里第一个上镜的采访对象 他去年回家了两个多月 现在重新又回到门头沟进行北漂生活 他已经不再做志愿检测工作了 职业上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看看他现在的北京居住和工作情况吧 嗨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 是啊 你现在怎么样啊 挺好的呀 在哪呢这是 这个是北京的门头沟远摇新天地 走 去 你们家转着去 走吧 你也来了 我还是那么的青春恋力是吧 对 还是那么美丽动人 还是风采不见当年 对呀 风采依旧啊 你多穿点 多冷啊 谁呀 你呀 这不美丽动人呢 去年几月的时候你们这小区被封了是吧 封控了 那时候不都封了 嗯 这很正常 这六环外门头沟 这边房租得多少钱 一居室的话三千多 两居室四千多 哎呦 真怪 去年小魏搬家了 现在来到的是她的新家 比那贵多了 哦 原来你租的便宜啊 原来那才一千多吧 哎 这是我的厨房 没事 我自己做饭 对 我自己做饭 早上我有时候煮点粥啊 我现在也没有做饭 不爱做的 哦 呦 这屋子不大呀 没有以前那么大 对 这屋子只有大约七八平吧 就是小工作室 工作室 你这屋高度有点低呀 是吧 有时候要一米九的都要磕脑的 哪那么高的高大为猛 那是客户客 在北京西六环外 这样的富士小区有很多 小魏住在上面 大约租金是两千多 富士结构的楼下 还有两间房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女明星休息室 这个 我以为我是做经纪人的 你说是就完了 就说是 啊 是 我说这玩意还有一个男明星 那是我的储物间 这也是你的储物间 我好多一些商品 精油啊 护肤啊 然后一些护肤品 成仙人成仙人进的货 都在这儿 最近怎么好久没见了 你怎么那么早就回家了 这不是因为疫情吗 然后我妈人一直都没有羊 然后没人买饭 她不敢下楼 我回去给她买菜 什么时候 十一月 十二月 十二月二十七号我就回家 然后元宵节之后 你现在不做志愿者了 没有 现在全职按摩 毛毛讲话 毛毛说我是做按摩的 对呀 你是做按摩的吗 不是 我说除了没有按摩 你上去摸 肯定得摸呀 就是全职投入 全职 然后工作室 也可以上门 然后也有平台 实名制的 正规的 然后都是正规的 健康证的 按摩师 济师证 什么都有 你可以在 这是客户端 你们在上面点 上门按摩 然后在附近搜 济师都是头像实名认证的 对 有证 持证上岗 我们的都是 看看 又还挺帅的 都是实名认证的 那必须的 主要看颜值 点的所有人的姓名 真实的资料 性年龄 全都在上面 中式传统推拿 淋巴排毒SPA 芳香军油SPA 招牌SPA 八股养护 爱揪条理 读得二三百 五本培元SPA 448 全身堆油 逐疗545 中式的208 我给我姐安排 继续安排 安排免费的 好多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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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professional 一次性床单 必须专业 还有一次性床 尊贵因为专业 然后我先给我姐姐 选一款甜性人的 那个精油 可以舒缓神经 缓解压力 释放你的荷尔蒙 对 甜性人 它有那个 疏精活血 经过排毒的功效 然后缓解压力 提高睡眠质量 你不是睡眠不好吗 是吧 我 安安 香 对 我睡眠不好 甜性人的这种精油吧 还保持滋润肌肤的功效 嗯 是不是特别甜 特别香 真好闻 香甜可口 重享丝滑 毕游未尽 味道好极了 得福 重享丝滑 味道怎么样 哎呀 舒服吧 多好啊 嗯 我就是上天 那你咋不上天 尤其针对这个阳后的各种后遇症身体不适还有缓解和治疗的作用啊你不是也阳了吗你那时候阳是什么症状我阳的时候症状其实挺轻的就稍微一天然后第二天我特别高兴我就开始接单还洗澡哈哈哈结果就是过一个月之后各种后遇症就来了头晕 眼睛耳聋胸闷气短心慌意乱的我教育上都干饭哈哈哈前段时间就是听力特别差哦说话净瞎打擦哈哈哈听不清哈哈哈后来做后来做的一些条理好多好的谁给你做呀我徒弟啊我好多徒弟呢哦你还有徒弟呢那不许你现在为什么不做那个什么呢就是检测HIV那个那个那个 国家防治基金项目都已经没有了啊啊今年都没了什么对 以前的一千的检测量现在又变成一百个哈哈哈十分之一了是吗没有这个项目为什么没有啊 就是国家的经济不好呗对呀还好我有别的手艺哈哈哈要不然都吃不上饭还好喜欢看事骨发按摩对对 将来我回老家开个美容美发媒体 按摩对对你也会美发对那我你也会这个媒体美容 启蒙教学 这些只是我的班路出家 嗯 最近你怎么 很久都不出来了 没有出镜啊 最近忙啊客人多啊一天天我有时候一天最多五六个客人呢你想啊一个客人多两个小时一天十多个小时大家要接大家还得上门 他是实名制的你做完之后也得穿衛工装照拍照啊 你出发还有到小区都要点预防我们被害 哈哈哈哈 那万一客人寄予我们的美色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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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真的 哎你这个还要考资格证吗 那必须的我有按摩师资格证考的 然后还有推拿证 考核都要过关 嗯你要推拿呀中医死中医按摩呀 就有死吧各种各样的考核都得过关 还能给你开项目 拿到这个项目了比如说三百块钱那个 你平平台也得抽成呗啊 他们抽多少 他分你什么项目 如果要是推拿按摩的话是三七分 你可以拿七他可以拿三平台对吧 对 你这镜椎不好你看是吧 你看 哦你能感觉出来他镜椎不好 嘎嘎的响 哦 是吧 嗯 就是你接的这个单子都是全市各地的 还是说只是 你们这个区域的 附近看你自己硕制范围 哦 你想定哪儿就定哪儿 我一般都定在朝阳区 朝阳区单多 朝阳区有钱人多 然后那个范围可以自己调整 二十公里啊 十五啊 三十都行 嗯 那有一会我接的单跑通了不起来 那你就得去啊 那你就得去如果不去的话 扣你分 扣你分 第一个就不好 我上次那单那单的一千一笔就一笔 是在一个 豪宅里边 对豪宅 那就是一个男方人 好像是做服装生意 我看他家挂的全是西装 呵 一次按摩多长时间 他每个项目不一样 有一百分钟呢 有九十分钟 哦 那大致就是 不到两个小时 然后做的好的话 家中 一般一个小时的话都是做不到位的 哦 就是细致的做全下个的话 准点三个小时 我朋友他就不信中医完全不信 我信中医 中医他真是治标又治本 新医不行 他是治标不治本 你这是治好的那会的 然后这些是调理肝胆的 然后这是调理脾胃的 做完了 你也想做按摩呀 我不会做按摩 我说哎呀我天天上班啊累死了 你现在 你也挣不了多少钱 一小时十七块八 我可能高那么一堆堆吧 高那么几块钱吧 你还好 你自己不用租房主要是 哦那倒也是 管那烟呢 哎你说那新冠是不是有很多后遗症 啊对我后遗症就是累 我耳聋 我前段时间听力都下降 感觉什么都听不清 然后你的后遗症是 饿 你俩都不叫后遗症 我这呢我怎么老饿 得了后遗症之前我没这样 得了后遗症之前我老饿 你本身不就是那个 糖尿病 他就是攻击免疫力之后 哪弱哪哪 你之前有什么问题 他就加重 放大了 对我之前不是得了交维症 然后就特别焦虑 老觉得自己有问题 哎呀是不是心脏不好啊 一会做肺部平扫 没事 焦虑症又开始复发了 有点啊 真恐怖 后来就是 慢慢自己调理才好 然后头晕 听力下降 耳聋 后来吃那六位地方还好的 六位地方还要吃这个的工匠 怎么了 好多的 就是那个特别严重的恐碍症 有个剧眼家说的 哎呀我是不是摸他家门呢 我会不会感染呢 摸什么门呢 钢门呢 他说不是门把手 我说门把手有啥呀 然后他说哎呦我喝他家水了会不会感染呀 什么水 我说你有被害妄想症吗 黄金胜水是吧 多喝点都喝点啊 甜蜜甜蜜的 我说你有那么优秀吗 人家都害你 对啊 这么一会儿就过了好几个小时了准备出去吧 你很多地方都没去过 对我喜欢天冷的地方不喜欢太热 不喜欢泰国吗 泰国短期的还行 常都还太热不行受不了 我说那现在北京这块 开一个这租一个房子那么贵 你还不如去那个 其他的小城市啊 或者二三线的地方 想去哪啊 去成都 成都 什么时候去成都啊 打算只是想法 看你安排 我得跟你们一起去 我没去 找白人呀 找黑导游啊 那你还是不走呗 就在这 没有说不走只是没有一个好机会 我好像每次出国或者去哪都为男人去 明白了只要你 离开那肯定就是为了男人而奔走 我很多年前啊 为了爱情 在老老家的时候上有一个就是四川恶山 你听过啊 往那走啥呀 就是有一挺帅的 但是当时我很小啊 年龄 我都没有去过北京我哪能去四川 那你当初来北京也是为了某个男人 那个这个不是当时是为了前程 事业做美发的那个啊做美发对 莉莉你要是从北京离开了我会想你的 哎我哪能离开呀我只是暂时 我没跟你说嘛我我每次出去去另外一个地方可能都为一个男人 但是这男人还没出过我怎么去 对呀 就是当你有了目标就再去 十年八年也出现不了 那就好那就好 至少可以每休息的时候可以来看看莉莉 就但愿着我手刮的 好 以后心仪的对象未来的是什么样子的 当然他首先还是帅呀 然后身材 身材外外在得好是吧 对对对我还是看 主要是外在 我我是恋爱脑子 哈哈哈 然后那个 钱财像你说那都是深爱之路 哦要不不是特在乎钱 我一直都不在乎好 是 要不然你也不会跟母男员的白素贞 要不然我也不会穷到现在 哈哈哈 我以前朋友不是湖南 啊带我去湖南然后吃酒洗一件 啊约结婚 啊约结婚 都是同学都结婚有孩子 他说那个 没结婚呢 我老公吗 人家都趴桌地 你那时候还没 趴桌子地钻地份 那有啥 就是老公怎么办 那你以前那朋友还真是 所以说挺开放 我就说便利贴他不说开放 他就特别实在 所以说他这个事肯定不会瞒家里的 他肯定会出费 他不会撒谎 那些单纯 你跟你妈说了吗 没有 但是没 不知道 尤其是跟那个意大利这小孩 在一起 啊 回来之后特别伤心嘛 我妈就转哄我说 哎呀 想开点吧 别老哭了 男人能男人 还要长久的 呵呵 我觉得就是对我都特别好啊 嗯 啊 就劝我呗 怕我那个我太伤心了 家长没有不了解自己孩子的 嗯 也是不想识破 嗯 都知道 你也不想去捅破了 对 那不还有点希望吗 都说破了干嘛 再说每个人都有自尽 谁不想去 给孩子也留了点自尽心 哦 何必要 互相都活得不开心 是不是 是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了 又到了道别的时间 再见 期待下次相逢 也期待他的按摩事业能够如日中天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 谢谢观看了